大家好,又是玩具短打的時間 經過上一集我們講超學金 是不是令到大家觀眾很興奮呢? 歐文為什麼不在呢?當然是有原因啦 跪玻璃啦回家,大哥 金毛絲黃都不講 我幫不到他,阿嫂他真的對不起你 鏡頭大家看到這一集 我們不是范壽展 是講戰隊,我們今晚 都不是拍賣的 怎麼看啊? 不是戰銷會嗎? 不是戰銷會? 或者我先說一下,我最喜歡哪一套 我真的最喜歡電子戰隊 那隻藍和機械人簡直是一絕 正 雖然在香港沒有做過 我就真的挺欣賞他 而且這隻藍現在都挺貴的 現在多少錢呢? DG轉隊 理大無斷 對,又要齊天線 齊健 法博家又在,又好像Mantle 這樣領立立的 我想20萬日圓 20萬日圓 即是1萬5-6元左右 其實近這兩個月 變得便宜很多了 跌了 對,你說這兩個月 為什麼說這兩個月 而你說匯率 但其實我這一個買的時候 大概都是10萬日圓 那次剛剛去日本旅行 Mang記就寫著 星期六才開始發售 但是呢 那麼巧我星期日才飛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呢 我當時儲這個DX大纜 就剛剛欠DNG Tiger 那我就很早就去到Mandake的門口 站在那裡 等他開門 我終於買到這一盒 即是當時最後 10萬日圓 對,10萬日圓左右 其實很值得買的 這個價錢都很值得買的 沒有頂王呢? 這裡這麼多套 科學戰隊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我爸爸買過 對呀,你真的有 買過給我 還保持著現在的 但是那個是Godai Kin 即是那個是美版 我記得是中技買 北角中技 你還有一個Mark在那裡 145元 對 我到現在都還 主體還在那裡 就是OK的 這隻我還沒看到 這套彩虹巴 Bandai起飛的年代 這個是二期合理 Bandai起飛的年代 就是取體了POPPY 現在這套都很貴 至少要15萬日圓 這套起碼 這套起碼 Manfiel這隻狀態都很好 好新 因為那時候我買戰隊的時候 我記得懷舊店的老闆 告訴我 戰隊在香港 不是很受歡迎 對呀 很浮動 很浮動 這隻東西在裡面什麼 Yoke 還在裡面 好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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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玩那麼久懷舊東西 這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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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另外 電腦位置 這隻狀態 也有99% 很漂亮 很漂亮 即是AA加 電隊迷 Yofa 這隻狀態很多 但通常都沒有劍 沒有盾 最多我相信 經常都沒有盾 對 還有這隻狀態很多都沒有 對 沒錯 一流 但當年的BOXSET 有趣的是 他會送其他東西 和建玩具 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例如呢 例如那些卡 那些怪的敵人的紙牌 它會令你覺得值得玩一點 對 怎樣啊 這裡那麼多套 你最喜歡哪一套 我全部都喜歡 那你選一套特別喜歡 如果特別喜歡 你最喜歡那套在你家 在你家 在你家 如果設計來說 如果設計來說 太陽戰隊 算是做得最重要 即是第一隻巨大機器人的鞋 因為它是真的 將它的機體來的飛機 真的收納得很好 就不像現在那些 只屈了頭 然後收了半邊 就當變形準備OK 那種 還有它下半針的可渾性很高 因為它收了輪子的位置 抽出來 是直接 嘩 嘩 也不錯 這盒的狀態都很好 它的玩法根本上就是 它收了輪子 是在中間的位置 向下收起來 然後到拳頭就是腳反的位置 如果沒有記錯 基本上多年的設計 所有東西 就算是有拆件 都會有預留收納的位置 而且日版不知為何瘋到這樣 其實日版很貴的 日版很貴 日版好像接近一萬元 還是過萬 如果你要找一個盒子 因為坊間看到二手市場 就算找到一隻主體的硬 齊劍 基本的 齊劍 有劍 但通常 它的盒子 都會比較殘舊 可能它用紙或盒子的設計 我當年買的是尾版 都要兩千元 但當年是很新的 很新的 怎樣? Bion 地獄之火 你給我選的時候 如果今天很認真地說 其實我想拿這隻 因為我看到價錢 都要飄二千五百元 所以我打算立刻付一下 立刻付一下 三千元不用賺 我已經賺光了 但我知道 這個希望一定很快就還滅 坦白說 如果有這麼多一隻合金之中 我自己喜歡的 就是鋼箭隊 鋼箭隊 鋼箭隊 大飛翔 這隻男高小健 這輛車 對我曾經幾次擦身而過 原因就是 價錢很貴 它的升幅升得很厲害 第二隻是 很難找到的情況 是白小小小 以你的級數 現在還在擦身而過 可以這麼說 現在沒有機會 其實很多情況來說 都會變得 如果是白小小小的價錢 就很貴 很貴 貴得很誇張 對 沒錯 如果你問我 對我來說 當然 其實我自己操戰隊玩具 這隊玩具 其實我自己都齊了 唯獨這隻 乾戰隊的武器 我是沒有的 那待會順手就拿走 會的 就是順手 但我現在也有很多手 我都要拿走很多東西 雖然 全部都是你的 很難得一次過 其中 梳化一點點 這裏都是你的部分 對 這一個桌面來說 哪一隻你特別有感覺 除了 這個 電子戰隊的那隻艦 其實呢 這隻當然都是很有感覺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操戰隊 但真的要選一個 我就會選這個 天空合體 想不到 不是 因為上一集 小寶講三角飛機的時候 其實呢 在完成拍攝 我就跟小寶講 其實當年 天空合體真的出的時候 我就立刻看到 就立刻要買了 因為它合體之後 那隻 鳥仔的飛機 就是一個三角飛的形態 令我聯想 在當年的 Gatchaman 第三集 那個 最中型的飛機 其實 大家會看到 一個 畫面 其實是很漂亮的 它 合體之後 還有 它胸口那隻鳥仔 是金色 是金屬的 如果拿出來玩的話 所以 剛才拿出來的時候 很不驚異地 你竟然發現 我原來有兩隻 因為一隻草 一隻玩 還有我印象中 它是超合金 Made in Japan 的最後一隻 如果是九十年 九十年代 其實除了它 合宵 不是下超合金的名字 如果是Made in Japan 還有一隻 九級戰隊 那隻也是Made in Japan 超合金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這也是展現點 為什麼呢 因為到了鳥仁之後 的恐龍戰隊 其實由那時候開始 全部已經變成超合膠 沒有GX超合金 一路到星獸戰隊 那時候 再推回GX超合金 一隻 之後又變成膠 但是 其實也有出過 因為 星獸 救急 白薩 永蔽 永蔽 也有出過 之後就沒有了 大甲神 都變成超合金 系列的時候 大甲神 不是戰隊 原來 都是特事片 都是特事片 小鳳 你認知是三個 站在一起 想當年 這個鳥仁戰隊 都不用兩千 你說 我以後不回答 最後 不過少少資料補充 戰隊系列 這裡 我印象中 有幾隻 是有翻版的 最容易見到 最容易見到 一定是這隻 台灣版 雷霆生 大甲神 高速艦隊 高速艦隊 這隻 很多 這隻真的很多 但是好笑 我早前在日本那些 拍賣網 看到這個大甲版 都不便宜 是三四萬日圓 這隻大甲也不便宜 最近玩家玩的方法 好像轉了 還有是不是有新加坡版 正版的新加坡版 伏克好像 這隻好像沒有 這隻沒有 因為伏克是之前那一陣 因為其實超速艦隊 當年是週年紀念法 他伏克那一堆 由光戰隊一直到 Battle Fever 那一堆 好笑就是有新加坡版 光戰隊是新加坡 其他我就不肯定 光戰隊那時候 你跟我說是只有新加坡 剛才Brian說 好像 鳥仁戰隊兩隻 沒錯 也有 最容易見到下面那隻 才叫做功勞 這隻有很多 還有縮小版 沒錯 吸索 深水埗 沒有看到 現在灣仔也看到 對 值得玩的 純粹重玩 其實我好奇 那隻東西是合入不體的 不知道 沒有玩過 說真的 剛剛 不知道Brian還是Manfield 提起Battle Fever 其實這盒Block Set 真的很精彩 他真的把兩盒玩具 這樣結合出來 應該是印象中 POPP第一隻 炒一碟 然後把這個 還炒得很圓 就是掛人製造機 基本上是後無來者 補足過相關的東西 還有玩家也小心一點 這些交通機器隨時也不齊 然後這些 珠珠 又很容易脫青 因為一玩過 它就脫掉 因為它是從藍路飛出來 你一拉行它之後 還有你們說開 不知道為什麼 這隻好像很雪白 很棒 很讚 這隻很特別 就是散機器人的赤鑑金 另外 首先 Spencer 所說 武藍也是散的赤鑑金 加上一個Block Set 所以這真的是Bandai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就是Battle Shark 本身是跟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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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型的赤鑑金 就是 POPP真是很有商用的角度 去研製一些玩具 而且它的盒子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 很漂亮 人家當年砌Block Set 是真的 很用心 甚至旁邊也有劇照 是 很漂亮 即使小朋友拿著一盒 只是玩一個盒 其實看一個盒 刀刀刀刀 都夠他玩一輪 很欣賞他設計的盒 你留意一下 這盒全部都是手柄 沒錯 拿上手的時候 講開手柄 它有一隻 又是剛才你們說的 那些 老番 或者是 什麼版本都好 電擊戰隊 當年都出過 沒錯 但當年它那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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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 好像高坊 其中一個方法 分不分到就是 有沒有手抽 或者就是沒有手抽 沒錯 我都幾乎中伏 那時候在入香港歪卡 以為是真的 那也是那句 如果講戰隊 真的講不完 這一集 大家圍勞的兄弟 都是熱身的 那就留意我們特攝雲 下一次就會跟我們介紹很多很多戰隊系列 那不要錯過 那下次再跟大家圍勞過 拜拜 拜拜 拜拜